單位打通,不過就複雜點了,因為要改過了間隔 以下個案更複雜 業主問上層單位,上下層打通,要起一條樓梯 業主就說,屋苑的名稱要保密 只可以透露是叮舊一個近二十年的屋苑 一梯兩火,屬於傳統豪宅所謂的非機織 先看看打通有甚麼難度 單位一千三百呎,三房一套,屋主四個人住 覺得僅僅夠用 現在買了樓上的單位打通,間隔一樣 上下打通之後,空間大一倍 屋主想要回三房兩廳的間隔 規劃上就相對困難 之前的客飯廳,在一個千三尺的地方 大概空間大概是400或300多四百尺 跌倒雙一倍了,那間屋的廉額 當然,你走到每個區域的時候,你都要有感覺 這間屋是2700呎的地方才寥寧的價值 單位幾乎每間房,甚至連儲次都有大窗台 數勻上下兩層,一共有12個窗台,設計要盡可能善用 傳統豪宅間隔好市正,只有一個位置最難改 最主要就是廚房,因為兩邊都是外牆位,而且位置比較長 一間屋只需要一個廚房,上層的廚房怎樣改,亦都要花點心思 其實單一層這樣看,間隔都好市正,要找個位置加建樓梯上上層都不是那麼容易 結果設計師就選了客廁位置,拆左改成樓梯,不會阻到廳 樓下全層會改造大廳,由於中間有兩幅主力牆不能拆 唯有將原本客飯廳那邊分割做小偏廳和用餐區,廚房就沒有改 至於原本睡房那邊差不多打通了,再分割出客廳,水吧和工作間 樓上全層是睡房區,原職主人房改成兒子房,套廁退出,加闊空間變成客廁 旁邊是女女房,對面是做了書房和琴室 主客廳就改成主人套房,長窄型廚房或做衣務間,衣櫃接近二十尺長,直入原本是工人房和洗衣房 設計師拆長封後門改成浴室,空間這樣編排亦是很合理 間隔都算改頭換臉 唯一比較特別的是,拆秀到結構場所限,要將客飯廳分區,會不會很奇怪呢 實地看客就知道了 將樓下三間睡房打通之後,客廳超過五百尺,非常寬敞 這麼大的廳,除了要外不同功能,分隔空間之外,追麻煩還有天花的橫樑,令客廳看起來欠缺完整性 在其中一個設計的做法上就叫做就地取材,因為這個單位在拆了間隔牆之後就有很多橫樑 我們就做了一些slame的燈槽在這裡,在線條上就區分了客廳,飯廳和巴桌位 順著假天花,分隔了工作間和巴桌 而客廳的窗台就改成工作桌,用盡每一寸的地方 巴桌採用開放式,但凡是開放式,餐具酒杯放出來就不太好看 要有足夠的空間,收到一些零食材 為了令到水巴看起來更加結淨整齊,設計師設計了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將餐具收到裡面 除了水巴位這一邊的櫃之外,連樓梯底最難用的地方 都會放在雪櫃,再加上有兩個燙的儲物櫃,再增加它的儲物空間和靈活性 家屋雖然夠大,但如果一樣東西都放出來,一樣會沒有空間感 除了巴桌的雪櫃和餐具收起來 下次因為零零射射凸出來,都用隱蔽牆收拾 客人來到真的要問下主人才知道洗手間在哪 飯廳這邊換了以前的燙窗,改成拉接式的落地窗,可以完全打開 打開之後,陣陣海風吹入屋,整個飯廳充滿了陽光和海風的氣色 飯廳的傢俬和牆身都配上淺色,看起來更加光芒 樓上保留原積間隔的地方比較多,改成三房一套 為了一上樓,不會只見到一條長走廊,近樓梯的書房,換成玻璃牆,減低壓迫感 玻璃牆會沒有了私隱,所以要造回窗簾,有需要時就當作客房 樓梯頂的天花和吊燈有設計感,其實都是就地取材的成品 樓梯是以前的客廁,四四方方凸出來的位置是樓上的浴缸 原本的缺陷就變成設計師的靈感 另一邊是兒子女女的房,不過就就原積的尺寸,面積沒有特別擴大 對子女來說,和以前的感覺沒有大差別 以前的廳就改成主人房,有大露台之餘,大床放在房間中間都足夠有餘 因為想保留空間感,睡房的傢俬一起重選,只放一張書桌就算了 Ernest,我知道你設計裏面很多地方都隱藏了些東西,這裡是否都藏了些東西 那你又看得出我 這裡其實就是,因為本身這個是樓上的大門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應該把它封出去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隱藏式的效果,就把它封起來 而原積的廚房就改成衣帽間 扎長的位置,剛剛好放到一排衣櫃和梳妝桌 這種落地大衣櫃的好處是裝了很多東西 但有時候女士就不夠高,爬上去拿東西 這次設計師就設計了一張木椅 就可以很輕易爬上去拿東西 工人設就當成主人房套設,由衣帽間轉入廁所 轉個位套進去,原來是偷位做一個毛巾架 最特別的是洗手盆 上面兩個大燈箱,原來是屋外的自然光效果 一般窗台的處理,很多時候會做窗台書桌,窗台床 或者像這個案子一樣可以做洗手盆的位置 因為這是原積工人房的窗台位置 做了一個洗手盆之後,後面本身是一大幅窗 利用天然光線可以做一個lightbox的效果 不過,窗台變成洗手盆 要有足夠空間做去水位才行 不是每隻窗台都做得到 新世紀,由衣帶衣帶來西蘭 不怕油的血,口水